第六十九章 滅火 處理完那個年輕的邪教徒 羅玉文就離遠地 看著那個好像小人那樣的周愛國 見到那個死樣子真是碎 小人得志 攻起條腰 殺熟狗頭 堂堂一個驅魔警署的局長 搞到好像培哨那些小型 那麼多人看著 一跌尊嚴都沒有 羅玉文就很鄙視他 一路搓到肥嘟嘟的手 一路走向陳卓 笑騎騎地說 陳高仁 不過陳卓完全無事他 略過羅玉文就走進房子裡 陳高仁等我 羅玉文一點都不覺得尷尬 笑口細細 攻起條腰 殺熟狗頭這樣跟在陳卓的後面 周愛國就趕快和自己人打手勢 有幾個穿著防火火 我驅魔警署警員就跟了陳卓進去 羅玉文就沒有話說了 周愛國這隻老狐狸 難怪一早就找消防員 借幾套防火服 給自己的人穿 還以為他要為滅火出一分力 原來是為了爭工 於是羅玉文單單打打地說 如果你想爭工那些老力 用在滅火上面 說不然火早就關掉了 周愛國就回答他 嘿 我自知之明 看著自己的人走進房子裡 周愛國很滿意地笑出來 今年的考核完成了 大家都有一筆很可觀的獎金 剛剛走進房子裡 一股熱浪就撲面而來 系統開啟火焰屏蔽保護罩 陳卓全身被一層透明的保護罩罩 就住了 那群驅魔警處的人 跟著陳卓去到四樓 502房長時間燃燒 四樓那些通道 全部都分得黑了 不過 那群驅魔警熱到頂不順 顧著在四樓停下了 陳卓在系統的保護之下 根本感覺不到灼燒感 看感溫度和外界溫度差不多 他一步一步地走上五樓 502房裡的火苗 就好像有竹蘇一樣 不停地嘗試向外蔓延 陳卓見四周圍都沒有人跟上來 於是伸了手指出來 誰知一股氣流 將陳卓手指那裡的火苗吹走了 誒 火害怕他 陳卓跟著就很大膽地伸了整隻手出來 整隻手周圍的火苗 也都迅速關掉 收回一手 火苗又重新 接著就是這樣 伸手縮手 火苗又關掉一下 不知多好玩 就是這樣來來回回玩幾次 陳卓又玩夠了 於是大踏步地走進去 502房的火牆 所過之處 火苗自動幫陳卓讓老 火牆入面 肉眼所見四隻靈體 以1v3的方式在抗衡 屬於快慮的靈體 閃著金光 隨著陳卓的進入 更勝了一籌 只是這一籌的勝算 邪教徒的2個弟子靈體 已經難敵金光 噗一聲 滾散而去 只剩下那個 所謂北空境界的邪修 了德法師 還可以勉強捱多一會 上次保留了一絲清明的邪修 了德法師 以一種扭曲的姿態 正視著陳卓 他是認得陳卓 以他北空的修為境界 是可以根據快慮的視覺 所見任何事物 陳卓 虛弱的聲音很小 但可以聽得很清楚 陳卓就張開眼 好天真地斬一斬 綠綠眼就說 你認識我的嗎 那個邪修 好像受了天大的侮辱一樣 他心想 這句快女靈體 這一場火災 兩個魂飛魄散的弟子 包括他 搞成這樣的劇樣 哪一件事 不是出自你陳卓之手 你居然現在不屑到這樣的地步 算了 本來打算保住一樓的殘魂 可以日後報仇 既然陳卓來了 一定是為了斬草除根 就算不是你的對手 可以傷到你一條頭髮 都不枉死於你手 那個邪修 那個鳥德法師一直這樣想 接著一股作氣 燃燒的火焰裏面 釋放出濃烈的黑氣 向陳卓猛撲過來 面對邪修突如其來的攻擊 陳卓就下意識地 用對手交叉地抹著頭 系統加成 烈焰焚燒 屋裏面燃燒的火焰 極速聚集到陳卓交叉的手臂前面 融合成了一個巨大的火球 那個邪修 整個靈體衝進去火球裏面 脊熱的灼燒 將他看上去的陰氣 快速膨脹 一聲 夾閘著濃重陰氣的火球 就在陳卓面前爆開了 那個邪修 始終都是有些道行 沒有被完全擊碎 勉強靠著殘存的陰氣 穩住靈體 短暫不擴散 接著 他望了望樓下 那群體熱鬧的人群 鬼異地震一震的嘴角 一躍而下 他心想 既然要我雲飛拍散 那就要這群人和我 那隻我字還未講完 有一道手形的火苗直衝而下 一手抓住這個邪修鳥德法師 完全不給他機會 輕輕一捏 和捏死的矮差不多 炸都沒得整 而這隻火手的主人 這個時候就站在樓上 向下虎視 哼 發我爛窄 好心看看自己什麼料 給面不要面 作死你嗎 陳卓鬧完這一句之後 就收回一隻手 屋裏面的火焰也慢慢散了 只剩下那個快女靈體 傷失地跪在陳卓的面前 向著陳卓扣了一個頭 面上露出色然的表情 接著就徹徹徹地笑散在人世間 第七十章 代代平安 樓下的周外國就很激動 站在警車的車頂那裏 對著五樓窗口的陳卓 拼散命的鼓掌 這種情緒是會被傳染的 樓下看熱鬧的人 見到那些火焰徹底消散 也跟著周局長一起鼓掌 陳卓反反對眼 好嫌棄地小聲說 哼 愚蠢的人類又開始自我感動了 整班都正白癡 雖然說就是這樣說 但陳卓這個時刻 覺得自己的形象簡直是偉岸到無敵 就好像電影裏面的超級英雄那樣 不是 應該他比那些超英厲害 陳卓很輕鬆地拍拍手 目光望向地面 系統就即時發出警告 宿主不要做危險動作 陳卓站在窗口那裏 一步撈到五樓 系統開啟防護罩 本系統提醒宿主 不要在作死邊緣瘋狂橫跳 砰 一聲 圍觀的人群發出一下驚呼 而陳卓就安安定定地動在地面 感受到面前這班白癡的羨慕 陳卓惡他高傲的頭腦 心想 這些 是你們愚蠢的地球人 永遠匹敵不到的能力 盡情地投入你們羨慕的目光 畢竟這輩子 可能只有這一次的機會 而張悠悠更加是化身時尾尾尾 將剛剛抓拍到陳卓 一躍以後一張照片 拿了給他看 一直說 師傅 你剛才真的好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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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認到真啊 講起照片 陳卓忽然想起 他在家裏被人包架的事 目光就望向了走過來的007和羅玉文 一個是被愚蠢人類腐蝕的戰士 一個是土匪鬥入面的頭頭 周外國抹開口 剛剛想擦鞋 陳卓忽然冷冰冰地說 帝哥的鞋帶給我看看 你也是 兩個人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互相望了眼 就很遲鈍地帝哥的腳 陳卓拿手機出來 打開一張照片 一一對比鞋底的花紋圖案 最後 陳卓忽然蹲在羅玉文的腳邊 用手對比大小 沒錯 鞋底的大小 和花紋 和照片中的鞋印 是一模一樣的 陳卓忽然皺眉頭 踩你身 拔起棚牙 逼近羅玉文 跟住他們就四目相對 羅玉文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於是就問 陳公仁 咋咋咋 啪 陳昌是遞高的手 右上而下 兜夜拍到羅玉文的頭上 說啊 你靜靜跟書入我家屋那裏 是不是想撻我那副大棺材 死人吐皮頭 羅玉文的面相 馬上浮現出討好的笑容 跟著又說 哎呀 陳高仁 我們接到屍體 去襲擊你的報警電話 怕你有危險 所以才去你家找你 周外國 就怕死羅玉文爆自己出來 於是趕快附和 哦 是啊 是啊 我可以作證的 羅司長都是因為擔心 陳卓聽完之後 就睦了他的眼 只要他一睦了眼 就即講明他在思考 周外國一見到這樣 就趕快打了眼色給羅玉文 將自己的目光 由羅玉文的袋 望向陳卓的衣袋 羅玉文當然是很聰明 第一時間掃了三個水 放在陳卓的袋裡 周外國反反眼 心想 明明一張就能搞得定 怎麽都要用三張 正白癡 而陳卓 就把他的手放在衣袋裡 用手指黏下三張銀紙 呵呵 信任的天平開始傾斜 脫了這鞋 羅玉文乖乖地照做 陳卓的手裡 突然之間飆起一團火 戴著羅玉文余溫的鞋 一瞬間就變成灰盡 被風一吹 就風吹雞蛋殼 白癡 陳卓劈低兩隻字 就向著小區外面走去 張悠悠就趕快跟過去 看熱鬧的人群 就自動地讓了一條路給陳卓 以及很有默契地 合起來自己的口 目送著大英雄陳卓離開 很快 屬於陳卓那輛車仔 就駛離了小區 坐在車內的陳卓 打開微信 將張悠悠發給他的照片 倒下來 發朋友圈 文案就是 又是被白癡崇拜的一天 陳卓這麼難得 在精神病院那裏出來 你要他回去 他真是采你也有味 於是這個時候 他又不知想什麼壞事 看著張悠悠就說 自從你拜師以來 遺師都還未去過你家 今日 好費得太多功力 急需紅燒豬蹄 補充功力 陳卓這句說話 其實很好解釋 他是不想回精神病院 去外面玩 不過只玩都未夠 還想吃豬蹄 作為陳卓的時候 就算陳卓要星星要月亮 張悠悠都不敢 鑿太陽給他 所以他就第一時間 打電話回家 給自己媽媽 在半個小時之後 車停在一個中高檔小區外面 張悠悠認自己媽媽要求 去小區門口小賣博買一枝豬油 陳卓坐在副駕那裏 本來已經周身不醉 自己坐了五秒 便選擇下車 站在小區門外面 他不知在哪裏 無情白事地掃了一副金屍眼鏡出來 跟手就帶起了 而就在這個時候 在他身後面有一部車 撥撥聲地按了兩下喇叭 就看見了 我今天看到了 我今天看到了 在庆面 有啟動 浮雲 就看見了 東西